吃完了G58牛排 再来看的是尺寸惊人的铁盘 业者从韩国引进了最夯的铁板料理 而且发挥了创意 把这个铁板呢 一口气尺寸加长到75公分 上面可以铺满海苔饭 炸薯条跟炸饺子等美食 一大盘让韬客满足视觉味觉 而且铁板点火保温 让食物维持热度 口感特别好 美食上桌人不动口 尽头先吃 看到超长铁板韩式料理 第一个动作 就是要拿起手机拍照记录 因为看起来就还蛮漂亮 就是先拍照上船 这个很特别 就是它一盘上面有很多东西 就是我们不用单点很多盘 很多盘吃不完 没有看过这样的摆盘方式 韩式料理满街都是 陈氏姐妹将韩国式超长 超大铁板吃法引进台湾 在特长铁板下方点火保温 让食物维持热度与口感 吸引许多民众慕名而来 餐厅里几乎到处都是 在高雄红到台北 就连百货公司都来邀请她 北上开店 只要鸡腿肉翻炒 再加入大量蔬菜 大火宽炒就是鲜嫩多汁的辣炒鸡排 还有绝对不能遗漏的 韩式甜辣炸鸡 一样选用鸡腿肉油炸 拌上甜辣酱料 为了让不吃辣的小朋友 还有大人有饱足感 陈贤真在铁板上 放上海苔饭与意大利面 铺上炸薯条 跟韩国常见的入边小吃炸饺子 再用沙拉平衡重口味 气势磅礴的超长 75公分韩式铁板料理 一大长盘 要让韬客眼睛吃饱 胃也饱饱 刚刚可以看到 我真的是非常的辛苦 才能把这个 75公分重的铁盘拿过来 那这个陈家姐妹 就老板娘她跟我们说 因为其实在韩国 是很流行这种大size的食物 不过韩国人喜欢 就是这种单种类 然后就是聚餐的时候 大家一起吃 可是来到台湾之后 她发现说台湾人比较喜欢 有很多种种类的食物 放在一起 然后可以一次吃到很多口味 所以她特别从韩国定制了 一个这么大 75公分的铁牌 带着两个妹妹来台湾 在厨房里闯荡 为台湾掏客烹煮自家的韩国味 陈贤真光是小菜就很用心 选用釜山鱼板就连泡菜 都是陈家自制口味 带点在韩国才能吃到的酸 这么讲究就是因为 当年来台湾时 很难吃到道地的韩国味 一开始来台湾的时候 是我在韩文补习班上班 所以叫韩语了 我在补习班上班两年左右 那时候也是常去韩式餐厅 可是在高雄的 那时候在高雄的 蛮多韩式餐厅 都是不是那么到底的 可是我觉得有一点可惜 所以我想要分享 到底韩式的味道是怎么样 靠着学生口耳相传 力挺介绍 让陈贤真在高雄 稳稳插旗 北上试水温 招牌的海鲜煎饼 也因客人喜好改变size 台北에서 오픈하면서 저희가 작은 걸로 바꿨어요 그 이유가 台湾 사람들이 점점 이렇게 일본 사람들처럼 혼자 먹는 거를 좋아하는 거를 알게 됐어요 그래서 같이 젓가락을 사용해서 이렇게 찢는 게 台湾 사람들이 별로 안 좋아하는 것 같아서 그래서 그냥 한 사람이 하나씩 먹을 수 있게끔 이렇게 작은 해물전을 만들게 됐어요 从视觉与口感出发 陈家姐妹为台湾 韩式料理 帶来新創意 記者 沈方明城 홍보디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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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